事實上在馬先生94年就任黨主席之前 他就在94年8月在台北市辦公室 跟中國時報當時負責任黎先生見面 他指示張先生跟汪先生要把法夏公司保全收入黎先生 那汪先生曾經跟另外一位吳醫師表達過 他是要執行主席的政策 而且他說的 他是這麼說 他說我要把我女兒嫁出去的時候 要我的女兒的人一堆女 那我要設計法說把我女兒嫁給中國時報 那我還必須把其他人通通打到外面 才能把女兒嫁給他 已經把相關的這些案情都已經偵查完備 那這個我們也按照他們交易的時序 畫出這一張PDT 那也就是說 有關中市、中廣、中銀的部分 他是包括在華夏假年 那中投跟光華公司 他是屬於公開發行公司 資本額都非常的大 中投公司是349億元 光華公司是132億元 到我們偵查94年12月31日 就是這個華夏股權交易的那個時間點 後面沒幾天 他們仍然各有96億多跟67億多的債務 他就在中國人中、在華夏股權交易的地方 在華夏股權交易的那個時間點 中國人員,判斷